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的部分啊 第一题呢啊他有这个图形 来这个图形呢他跟你说呢 呃这个地方你看到了 GEF呢通通都是终点 OK来终点之后呢他跟你说呢 长方形ABCD的面积是40 请问中间MF来MFNP这一块啊 这一块是什么 什么样的形状呢很明显啊 按照我们对称性可以得知啊 这个地方基本上其实是一个真型嘛 对不对好来真型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只要知道什么 如果我们只要知道两条对角线的长度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他的面积了 好那问题就是说啊 这两条对角线 我们要怎么求出他的长度呢 来因为这个图形呢 他是对称性的关系啊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啊 我们就会做对他坐标化 来我们坐标化 好来坐标化我已经帮你标上去了 好这个地方呢通通都已经有了坐标 好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好去算一下这四 第一个呢我们需要求出ag ag的直线方式 好来ag的直线方式 对吧来直线方式呢我们怎么写 来我们可以可以写出y等于好当然我们是用一些 写高中的方法有时候呈现一个直接写斜率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额外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出他的方程式来 所以呢 x 坐标相减对不对 x 坐标相减这个地方是 a 减负 a 好也就是2a 来这个地方上面是呢2b 减 b 好来就是 b 好来这时候呢再随便带一个点 x 减 a 以及好加上 b ok 来这个地方呢你稍微整理一下哈 我们就可以写出直接的式子哈 来第一个式子叫做y等于负的2a分之b x 加上2分之3b 好整理完第一个 我们ag直线方式呢是长这个样子来同样的道理哈 其实这个式子呢我就每一个都写了来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得到的是书1的直线方式来 书1直线方式呢叫做y等于2a分之bx 加上2分之3b 可以好来第三个第三个呢 我们要得到